夏天种植兰花呢,有最常见的三种病害 软腐病,金腐病,还有白菌病 在这三种兰花病害呢,多有一些什么特征 很多兰友在辨别的时候呢,可能会混小掉 把他们混小掉 今天呢,我们家就拿那个三盆兰花呢,来看一下 三盆兰花的真实的案例呢,仔细的看一下 这里呢,有三盆兰花 这一盆是软腐病,这一盆是金腐病 这一盆是白菌病 我们呢,现在每一盆把镜头拉近 每一盆仔细的给大家讲解一下 软腐病呢,它是有细菌性的病害 细菌性引起的病害 金腐病呢,是真菌性的 这两种呢,不一样 细菌性和真菌性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在于他们手摸上去的感觉 细菌性的腐烂,它是湿答答的一种烂 而真菌性呢,是枯 它是干枯的枯 它是相对比较干的 这是他们最明显的一种区别 软腐病多发于新苗 从新苗的新叶的基部 就是说内侧的基部开始蔓延这种腐烂的黄色 刚开始是金黄色,后来变成腐烂的黄色 变成烂黑色,然后直到这个叶片烂掉 它是由内而外,由下往上的一种腐烂的一种分序 金腐病呢,多发于老苗或者是前一年的壮苗 一般来说新苗呢,是很少发金腐病的 金腐病是因为兰发的颅头出现的问题 很多时候是在封苗的时候 封苗切割的时候伤到了颅头 那么金腐病它的发病呢 通常是枕株这么干枯 直到颅头都是干枯的 它是一个一种真菌性的病害 白菌病呢就更好辨别 白菌病在初期的时候 会在棚面上看到一些白色的续状的 丝状的续状的东西 然后呢,在病比较严重 比较后期的时候 你会在这个蓝苗上看到一些小圆点 像油菜籽一样的小圆点 黄褐色的小圆点 这就是白菌病 白菌病呢,也是细菌性的病害 它呢,是不分老苗和新苗 一旦感染了白菌病 它是老少通吃型的 软腐病是新苗型的 金腐病多发于老苗和壮苗 而白菌病,它是老少通吃 这是这三种蓝花病害呢 最明显的特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